大家看看,这个款真的漂亮 还有,它里面,你不要看它小小的,很小的 但里面摆得多东西 大家看看,都是趁这个金扣 打开它 首先摆到1,2,3,4,5,6 摆到6个卡的位置 然后,这次这个位置可以摆到多些钱 因为你看到它这个是开口的设计 这个就可以拿一张1,000元和500元来猜猜 这个一定可以了 这个不用想了 又够高又够高又没有封口 一定可以了 所以大家,如果你们今次 我想用小银包轻巧,还要款式漂亮 而且又可以摆到浅浅的 这个就一流 我要配合MC袋 对啊,你可以配合MC袋 Mandy,同一颗颜色 而且它这些车线很漂亮 它整个款都很漂亮 大家去看看 两颗颜色,喜欢啡色的朋友 然后黑色也很好看 黑色就比较高贵 我比较完之后计完 不用想一想这个 这个 抵过工人的那个 那这个是小银包 不关事 它实用性高 大家用港币的嘛 你不是用韩币的嘛 韩币你就可能会用刚才工人的长银包 但是如果你说港币 肯定是这个 实际很多 因为放钱那里是 适合多国的 银子放在里面 重点它是小 小得来 和扣好 容易大 有时候牛仔虎 你们可以这样摄下去 都还可以 这个 这个更好 1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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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和天人包平衡 我们没有天人包在 Mandy 1498 1498 大家快上网店 因为这个款验货量少的 我们只不过是 在他的门市 有的货量 我们已经拿回来 所以大家 刚才那个长银包 是1500多 是空人的 它的外观 很漂亮的 放得多卡 但是它如果放在钱方面 就不是那么实际的 在于放在港币方面 我刚才看完之后 但是这个就会实际很多 有款有格 Joy Jason